好 今天是个地方县市首长就职满一周年 彰化县长王惠美在发表演说时 也谈到他一年多来为彰化县所做的施政改变 更不忘展现幽默感 强调虽然不会做得太好 但是他至少赢过柯文哲和韩国瑜 不小心三道自家人 要深深的谢谢各位乡亲过去的一个支持 彰化县长王惠美就职满一周年 在县府中庭发表演说 一开口先感谢乡亲支持 接着点名台北市长柯文哲 尽管财政困难王惠美强调 钱都怀在刀口上 就是要打破柯文哲的破产说 王惠美系数各项政绩 从一楼交通节日庆典 载到蒲言顺哲宫冠居冒冒帽旋风 都成为他的重要政绩 放弃台湾灯会主办权遭受外界骂名 王惠美不忘再做解释 强调不会打肿脸冲胖子 强调不会打肿脸冲胖子 但至少接下来这项调查结果 让他很满意 执政的满意度当然也不会太好看 不过我跟大家报告 我还赢韩国瑜赢柯P 执政满意度大赢两位直辖市长 王惠美狂打柯文哲 却也算了自家人韩国瑜 疑似发现说错话 王惠美下台受访急忙解释 从上回立委候选人号次抽签 王惠美一时口误 高喊支持宋楚瑜 照这次满意度赢过韩国瑜 虽然无心 但每每脱高演出的王氏幽默 总是让人替他捏把冷汗 接待容貌 张华 蔡美党